大家好,这期节目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挖矿软件 楼主用这款软件体验了一个月 影片会讲下这款挖矿软件如何操作 并说明是否真的能赚到钱 还是说只是个骗局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这款软件叫Unminable 现在我们来到软件的网页 整体的操作流程就是 通过网站下载挖矿软件 填写收币地址 还有币种信息后 然后就是每天挂着什么都不用干 一直到挖到的币数量达到提款额度时候 就能进行提款 当然还没达到提款数量前 挖到的币会存在网站的账户上面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接下来我会在Windows平台下进行演示 首先打开网站点击Download 进来可以看到下载后运行时的软件界面 就是展这样的 然后点击下方的绿色按钮 我们直接下载带有挖矿脚本的版本 下载完成后解压 进入解压后的文件夹 可以看到执行文件 双击打开进入主界面 点击Continue 可以看到有显卡GPU和CPU两种模式 这里主要还是看显卡的选项 因为CPU的挖矿速度慢 而且容易把CPU弄坏 如果你有不用的电脑 可以尝试下CPU 第一个框是可以查看不同GPU显存对应的不同模式 显存越大挖矿速度越快 楼主使用的是N卡3060 第二个框是更换挖矿脚本的地方 一般不用管 点击Next进来 可以看到 第一个框是选择要挖的币种 这里推荐使用Matic 因为是主网代币 目前价格有上升空间 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这里不建议比特币 或者以太坊这些 因为经过测试挖币速度太慢 而且提币门槛高 所以尽量选择较新的 同时拥有升值潜力的币种 从网站上点击右上角进来 可以看到这里币支持三种提现方式 包括Polygon提现 点击选择后 点击左边Start 我们可以看到 有四个不同模式对挖矿的一些属性信息 最左边的Ihash 需要6兆显存 提现收取1%的费用 当然这个所有模式都要 然后是通过Polygon链或者说Matic链提现 只要挖到三个就能提现 如果最低提笔量太高的话 一个是时间太长 一个是怕平台突然跑路的风险 楼主使用过ERC20提现到交易所 大概挖矿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 当时币价从1美金升值到2美金多点 总共40多美金 TB到币安交易所 这里不再建议使用币安 原因这里不多说了 还是能赚到钱的 重点说明不要使用ERC20进行提现到Metamask 使用Metamask钱包进行收款后 手续费会被坑采 没事的时候尽量不要用Metamask的以太列 但是使用Polygon提现到Metamask的话是没问题的 EDCash的话显存只要3兆 但是就是速度慢 其他两个楼主没试过不讲解 回到软件界面 这里还需要输入收款地址 这里可以注册Metamask钱包或者Gate.io交易所 Metamask的话就是安装Chrome插件 注册登录就行 Gate.io交易所注册也很简单 填写身份证信息 刷脸认证即可 这里不展开说 如果使用Metamask 在谷歌浏览器插件里面找到点开 界面展这样 你要做的是确认网络是Polygon 也就是第一个红框的位置 然后点击第二个红框复制地址 如果找不到Polygon的话 用浏览器打开CHINLIST.COIN 点击链接Metamask钱包并确认 然后查找Polygon 点击选择Polygon Mainnet链接 然后就可以拿到地址了 如果使用Gate交易所 登录后点击右下角钱包 进来点击现货账户 然后点击右侧中间的搜索 输入Matic 点击进入 选择Polygon LINE 复制得到对应地址 好了使用以上任意方式获取完PB地址后 回到软件进行粘贴 这里有个小技巧 回到网站点击Address地址 粘贴刚刚获取到的地址 点击右侧查找按钮 进入后点击推荐码标签 复制推荐码 然后回到软件界面 点击蓝色的推荐码 界面会出现推荐码输入框 这样你的费用就会降低到0.75% 接着点击Start开始挖矿 回到网站推荐码界面 点击黄色的Switch Network 切换网络 这样所有东西都设置完毕 接着就是等着收款就行了 当然挖矿速度和机器配置有关系 如果你有多台机器的话 赚的也就越多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 这个频道主要讲网络赚钱 境外银行汇款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有想看的节目或者有问题 可以留言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点赞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